這個短片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一週的韓版擺明榜 雖然說這個遊戲已經 冷掉了 但是還是要來關注一下 聲音調小一點 來看一下這個韓版的擺明榜 這一週的狀況 哇這個 鐮刀這一週第一名 他拿這個武器喔 然後珠寶狀況是這樣子 魔石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紅色的 然後他們這一週這個 飾品都已經完成這個 覺醒 但是大部分啦 都沒有到全部加石 好再來看一下第2名 第2名是弓箭手 哇67萬的攻擊力 這個差很多耶 他裝這一個是 防禦力的 藍色是防禦力然後 紅色是攻擊力 看一下他的頭盔 啊他這樣子 67萬 他那個顯示也很奇怪 他剛剛寫67萬然後到這邊剩50幾萬 看一下他武器喔 武器用這幾招 再來上個頁 看一下 法師喔 法師用爆破加火震 那頭盔的話 是這個黑色的魔石 黑色紫色 再來看第4名 盔魯卡斯 盔魯卡斯 喔他選擇這一套跟別人不一樣 加2而已耶 這真的很難拿 我自己在弄我也知道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加2 每天掃蕩都沒有加2 然後是黑色的魔石 血量的珠寶 血量的 混搭風格 這樣還蠻平均的 好 再來上一頁 剛剛看到第5第4名 第5名是 鐮刀喔 再來看一下這個 紅色的珠寶 然後搭配這兩招 黑色的魔石 黑色紫色 黑色紫色 好上一個 再來看一下 剛剛到 第6名 黑色的魔石 黑色的魔石 看起來這一次的比例是蠻多的 然後他用這一個 喔這個是那個 第二階段的那個 神石 他神石有分兩個階段 這是第二階段 這要很後面的啦 這最近才開的一個功能 再來第7名是 喔這個整個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魚果 魚果只有一個 兩個 前史有兩個魚果 黏刀的比例蠻高的 代表說真的一直以來都很強勢喔 很強勢的職業 然後魚果就相對比較悲哀一點 被擠到那麼後面 來看一下 這個第9名的魚果 跟第10名的魚果 快速武器 用這兩招 頭盔的話是這個紫色 血量 這樣 然後這個東西他們衝到加 21喔 他這個跟天堂一樣 會衝失敗 所以大家也不見得全部都弄得上去 你可能一直失敗 一直卡住這樣 我記得會掉階 再來看第10名 第10名是魚果 其實能夠在前10名的話都已經很厲害了 個人認為他只是 沒有打那麼多場 或者是說他一直遇到很強的 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能夠站在前史代表說 他們的表現還是很厲害 他只是人就是這樣啦 會受到一種 跟風的影響 你如果看到大家都 這樣子 好像魚果都沒有 在前3名 那 大家會漸漸的去放棄這一個 職業 會認為說那個鐮刀就是最強 那如果一旦有這種心態出現的話 你認為說鐮刀就是最強的 大家一窩蜂都去練鐮刀 那相對的比例就會提高 這沒辦法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這樣子的情況也不客觀 你看這樣子整個下來 鐮刀的比例你看 這麼高 這個是 日式風的時裝 那我們再看一下 亂鬥場 亂鬥場應該是法師的天下吧 沒有意外的話 唉唷 沒有意外 亂鬥場是魚果的天下 那代表說 那個是 這個階段的魚果 很適合打亂鬥 這樣子就又顯得很奇怪了 整排都是魚果 那再來就是這一個 瑞德 這一個是那個 風印 走路風印 走路風印 一樣都是法師喔 這個喔 然後都是快速武啦 我想沒有錯的話 看一個就好了 都是快速武器喔 這個就沒有爭議 好再來看 瑞德 瑞德 這一個是 瑞德 不是協力地層嗎 看一下他們瑞德用什麼 快速武器 打關卡一定都是快速武器 而且這個一定都是手動玩的 絕對沒有去做 自動的 自動應該打不到這種分數 然後再來是協力地層喔 來看一下 協力地層 法師居多 然後 弓箭手第一名 弓箭手跟法師居多 應該都是快速武器 這個跑不掉 韓版的協力地層很難打 這個大家要知道 並不是走進去 打一下就贏了 沒有那回事 再來看心靈裂縫 哇心靈裂縫我今天都沒打 太混了 心靈裂縫的話 弓箭手跟法師 太多法師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好像沒有了 這兩個應該一樣吧 啊沒有啦這個就沒有排名 你看喔這個韓版 喔 玩那麼久了還是會有這種 誤解 這個 這個東西只要是韓文的 來的還是多多少少 憑記憶在 在拆啊 然後這個是那個 珠寶 珠寶也沒有排名 大家看一下本週公會站 你看 喔這個公會一直都是在前面的 真的很厲害 SECRET喔 這應該都是有打滿的 然後你看喔 我這個公會47名 然後參戰的 看一下 有打公會站的只有10個人 然後平均分數 看一下 4萬分 沒有 這樣子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只有4個人有 打滿 每天10場左右的水準 每天10場 這樣子有打滿 然後其他都隨便打一打 然後就47名了 那我想 像 台版也差不多快變這樣子 就是打公會站的人越來越少 然後 願意打的人 通常都是那些很強的 已經 玩到 真正的老屁股了 那種水準 好那這就是本週的韓版排名介紹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